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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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透露说 气真的很少很少 然后就是去接广告 挣了1500块钱 能够看到我们乃伦那个骄傲的小表情 毕竟是戏剧学人的一年的住宿费 后来通过同学的介绍说 北京有特定的跑足的点 然后就跑去北京了 去北京之后 他面临着和所有新人演员一样 通关系地资料 甚至不知道资料是什么 也不知道要照片 他也笑着 趁后来也有弄照片 不过不是写真 是自己的自拍 静静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跑足 终于得到了世系代价老爸成功 等到了一些前辈的支持和帮助 他曾看到白鹿园中的陆赵海这个角色 他就默默发誓 一定要得到这个角色 邓伦也透露 可能因为阅历等原因 自己可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 他就默默发誓 一定要得到这个角色 每次试戏完都会问导演说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我再来试 白鹿园更是他史上试戏最多的一部戏 试了几十遍不止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也是因为这部戏 才让自己的演技得到提高 才有了后面的邓伦 我相信每一个红的演员 背后绝对付出了比常人不能的艰辛 也有常人不能有的毅力 为了一个角色试戏几十笔 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那个人就是邓伦 想了解其他明星的专题 请在下来回复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